好 那我們先讓我們看一下 積分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基本上面你已經知道 一個函數 那他的微分 那得到的值 我們說這個得到的值 如果是GX的部分 那現在積分的意思是什麼 積分的意思就是 變成我把這個微分出來的東西 我對比X把它加起來 那我說 為了讓你們更熟悉一下的話 我們說當時我們的微分定義上面 是Limit DetaX 趨近0 DetaX F的X 加DetaX 減F的X 對不對 那這個結果如果是GX 那換句話說 我直接把GX乘上ΔX 是不是就等於F的X加ΔX 減F的X 有沒有問題 不要看 把它移過來 對不對 這是小的ΔX 這個不要看 你把這個移向過來 是不是就是這個事實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本來是看到的GX乘這個血力 這個血力呢 所對應的 就是ΔF 它就是F的X2 減F的X1 或者是F的X加ΔX 減F的X 不是兩個字 S1到S2 其實這一項 所對應的 就是這兩個 R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說 我說 這個血力 GX乘上 NX 那GX所對應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我們對微分的一個概念 那你現在所謂的積分呢 積分現在的話 你所算出來的這個血力 這個就是GX 這個血力值 我們把GX 對X做F 那血力值 隨著空間的變化 一個一個出來的F 它慢慢的增加 然後再轉慢出來 我們說 就轉慢出來 那我說 從 X1 上 X2 那 基本上面 在 這個點 很小的時候 那 這個就是我們的 血力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放開的時候 DataX 去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你這個GX 是不是在變化 那我們如果要把它加起來 我說 左邊 我要把它加起來 那DataX 全部把它加起來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那這邊 你要怎麼表示 把它寫在這邊 我說 summation的GX DataX 那所謂summation的GX DataX的意思是什麼 對某一個 這如果是很小 小到非常小的話 那你是不是GX 它已經這裡面的變化很少了 它已經這裡面的變化很少了 我就可以把GX DataX 視為是這個底下的面積 對不對 當我DataX 一塊一塊把它加起來的時候 然後 就是 在計算的東西 就是在計算 這個斜線 這個斜力 底下這一大塊的面積 OK 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說 如果它區均於0 你把它加 加的範圍 加的範圍 我們從 X1到X2 那我已經知道 這是我的面積 那它的值 你們已經剛剛看到了 就是 剛剛也是 FX 等於看Y 解FX 那我們在相加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做什麼 我把DataX 那從 從哪裡 從X1好了 我說這個是從X1開始 到X2 然後X2到X3 然後X3到X4 全部把它加 加起來的話 就是 左邊就是我們的 從X1一直加到X4 OK 它右邊呢 這個就變成是 X1 X1到X2 X2 加 X1 也就變成 X2 -X1 也就變成 也就變成 這一個呢 這個就變成 X3-X2 而這個呢 這個呢 是等於X4 解F1 是不是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的結果 這個都消掉了 到最後是什麼 變成 X4-X2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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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你現在在交的過程當中 我如果summation 我從 1到m 這個最後的結果 就是fn-f 這樣有了解嗎 那我們怎麼來表示這個東西 我們要來表示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面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可以跑掉 我說 我說 我為了要表示它 那我們 剛剛已經在 很早的時候 在微溫的時候說 β很小的時候 我就用d來表示 所以這一項 的部分 βX我就可以用dx來表示 然後7x 然後7x 那summation呢 因為 βS很小 我就把summation這個符號 改成是 integral 就是積分的符號 那也就等於 從s1 一直加到sn 把它放在 上線跟下線 所得到出來的 就是sn-n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 你看到這一下 其實在計算什麼 計算的就是 這個 底下的面積 當你的dx 虛進0的時候 你每一個面積的值 就業精確 你dx很寬的時候 你gx乘上dx 這裡面還有一個不準度 當dx很小的時候 每一個gx就什麼 很準確的對應了 所以 這底下的面積 更是準確的等到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那 後句話說 你現在可以知道 我們原來的微分 到fx 對x微分以後 它微分出來的結果 那你現在 這個東西就是 它的積分 的值 我們把這樣子的積分 叫做 這個 定積分 因為它有積分的上下線 它積分上下線 固定的 另外一個是不定積分 那所謂不定積分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說 所以 fx 比x 這個東西呢 如果是 3x平方 加 3ax平方加b a b b a b 都是病子 那你現在你看一下 我們說 這個微分出來 是這個樣子 你現在反過 你現在反過而去猜 fx是什麼函數 什麼公式一段的範圍 是 3xx平方加b 第一項一定是axx的三次方 對不對 第二項呢 一定是bx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第三項呢 可以 可以內意的常數c 因為它微分以後 它就是你 這個c是內意子 另外一個常數 c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可以很直接的知道 c一定是 可能存在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變成 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好 3ax平方加b 對比x積分 那它呢 就等於 ax三次方加bx加c 它的積分上下線 是沒有固定住的 那c 就是沒有固定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所謂的 不定積分 c怎麼決定 c就用你的積分上下線去決定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基本上面 你的 你的 回分跟積分的部分 其實是 很簡單的可以把它 對應過 所以 平常我們看到 比如說 你帶舉個例子 好 x三次方的dx的積分 現在去想 什麼東西的圍分是x的x的分 就是x的n加1次方的微分會有xn次方出來 但是xn加1微分以後會有n加1的常數跑出來 那你現在這些常數是沒有 是1的 所以你把n加1把它除下 ok 這就是我們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 你還要再加上 一個c 就是你所謂的不定積分 那如果你定積分的情況之下 x1到s2 s的n比x 那就是n加1的sn加1 我們把s1和s2帶進去 再加4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s2帶進去的時候 n加1次方 減掉s1帶進去的n加1次方 c就變什麼 被這個 這個兩邊就相除除掉了 所以 這個是不定積分 這是定積分的部分 那 所有的積分的部分的話呢 在你的課本上面 A之一搭這個表 好 如果你對微積分還不是很熟 後面後面 append 這個 H18 對 這個微積分這個表的部分 就是已經告訴你 各項函數所積出來的結果 這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積分表 在這裡只是常常你看到會積到的東西 好 那 質疑 它是怎麼來的 就到我們微積分去學 因為它必須從極限的觀念轉過來 那在物理上面 我們常常就是 我們會不知道哪一個的積分 譬如說 會常常用到的 x平方-a平方-dx分之1 這種積分 那它是等於2a分之1 vlog的 a-x a-x 比如說這種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部分 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結果的部分的話 它怎麼來的 就回歸到你的數學 那 基本上 你看到的 就是 你必須要去把它拆出來 好 那 x-j-a-b-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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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j-a-j-e OK 所以現在對到氣氛 就相當是對這個冷氣氛 那也就是相當 對這個冷氣氛 這樣就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的積分 X分是B比X的積分 這是Nature Log X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基本表裡面第二行的 這回歸到你的數學 Nature Log的話就是Log 它以一為對數體的 Log有沒有選 高中有學過Log嗎 對不對 那你1 1是2.73多的一個值 那個自然對數 可以比 所以你就很簡單 2A分1 加N 減掉 這個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Z Z等於N 減N Z分之B 所以你的變幅 2A分之1 Log的Y 減掉Log的Y 就在於X加N 減掉Log的Y 減掉Log的Y 減掉LogX-N 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就可以得到 得出來了 有點少了一個符號 我看在哪裡 就是 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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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W-A-Z-Z 好沒有 你問一下這個意思是扶的 這叫A-Z-Z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在吃 A-Z-Z A-Z-Z 這是一個比較的 所以對於積分來講的話 積分跟微分的部分 它其實必須要 你一個一個把它拆掉的部分 那所有的積分表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那在考試的時候要給你們 就微分積分的時候 微分我不會給你們表了 但是積分會給一個表給你們 因為我們要考的是你們的物理 不是要考你的數學 所以基本上面你要會 最簡單的拆解 Posine-Sine的積分要怎麼知 好 就是 在積分的部分 簡單的情況 再來還有一個 是部分積分 那部分積分的部分呢 基本上面 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有一個函數 好 那我要積分它 U跟V 它都不是dependent 那我說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要去積分它的時候 譬如說 OK 那 舉個簡單的例子 x的n次方 1 x的b 譬如這樣的函數 譬如這樣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基本上面 我是可以把它寫成 因為 它的 這個 ex 維根出來的結果 就是 d d x dx 就等於 ex dx 所以 基本上面 我這一部分 是可以把它寫成多 那 這樣的話 我又如何去積它呢 我 我說 這個就是 我們把u跟v 我就可以先 tossal 一個就是部分 你把uv先寫出來 然後再寫掉 v 的u 這個就是部分的积分 那這個有沒有 有什麼好處呢 我說我原來這個東西 我不會 我因為寫這樣子而 哦 我就變成 ex x的n次方 然後解掉 ex dx的n次方 對不對 tossal in tossal indical tossal xdx v u dx f xdx 這項已經很清楚 乾淨俐落 所以我就擺了 但是這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什麼 它說你再圍一次 就變成nx的n-1次方 dx-x 所以你看到了 這個原來n次方的你已經被你減逆次次了 就減下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 你又可以乳跑泡製 indigrate by top 就會變成bex 再乳跑泡製 就一步一步一步減下來 最後就寄出來 所以如果它是二次方 你就要是integration 哪怕兩次以上 它才是下 那很簡單的就 就舉個例子 x的dxdx 那我們就說 x比dx 這個 那integration 好看 xex 減掉 exex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ex 對不對 因為ex ex的微分 ex的微分 就是 就是ex 就是ex 它是平成 所以你就出到了 就是 你用integration by top 你就很快就可以得到你的結果出來 當然這是一個不定基因 你要再加一個cosmc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一個積分的部分 那積分的部分的話 除了這個積分表以外的話 在table的b6的部分的話 那b6就是 我們有很多在轉熱力學的時候 會用到類似這樣的一個函數 的積分非常的多 所以在tableb6 它已經告訴你 tableb6 這個表 這裡 OK 它已經沒有月數了 A1 9月 那個tableb6的部分 它其實是 類似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積分的部分 只不過它上面又有一個指數 A的部分 那你要做變數變換的部分 所以 如果同學 你如果 對這個積分表 常常用的這個積分表 每一個你都可以用手自己算出來 不用看積分表 就差不多了 因為積分裡面就差不多了 就是說 你不需要看積分表 用手的可以直接算 就像老師這樣子 這個東西等於它 我不用積分表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但是你一年級畢業以後 你就必須要有這個能耐就是 那你現在一年級 剛剛開始為積分的部分 那所以這個積分表 就是我們常常會拿在手上 這樣了解嗎 好 好